台大校園邊正牌紫色滑板車 新以感客學生目光 這次繼無裝式共享單車 共享契機車上市後 來自新加坡新版共享電動滑板車 不過被外界質疑並不合法 在大馬路可能蠻危險的吧 就算現在沒有規範的話 還是有很多會用它的滑板車 會用其他的形式啊 對但我真的蠻想試試看啦 因為電動滑板車在台灣 被認為身份不明 不能騎上馬路 電動滑板車停在校園外 台大校方解釋 這是學生會舉辦的試乘活動 會提醒同學在校園試乘時注意安全 交通局提醒 不是現行法令認可的交通工具 依法不得在車道 人行道 棋樓使用 違者可處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罰還 電動滑板車的部分 它是不能上路的 也就是不能在道路上 或人行道上面行駛或者是使用 所以如果在校園內 是個封閉區域 校方同意的話 它是不屬於處罰條例違規的 這家電動滑板車 總部設在新加坡 記者無法取得業者回應 業者也還沒對主管機關 提出營運計畫 恐怕沒辦法這麼快在台灣上路